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减课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臂包 那又给大家画图 又给大家举例 可能有的同学现在是有点晕呀 说这个臂包怎么这么难学呀 其实呢 臂包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你就可以把臂包想象成 能够读取其他函数内部变量的一个函数就可以 它其实呢 就是将函数内部和函数外部 连接起来的那一座桥梁 这就是臂包的作用 因为我们的GS呢 只有函数内部的子函数 才能读取我们的局部变量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把臂包呢 就可以理解成 我们在这个函数内部的一个函数 其实也是在函数内部 我们定义的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就是一个臂包 那接着可以看一下 在这块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 再来看一个臂包的例子 可以写上一个 Function 写成一个F1 定义一个变量 局部变量 N等于一个E 再往下我们再写成一个TES的函数 定义一个 我们没有加Y VR 这代表是一个全局的 等于一个Function 在这个函数体内 我写成一个N 加等于一个E 这样的效果 那再往下再看 我们再定义一个函数 Function F2 在这个函数体内 我们直接 Alert也行 Return也行 Alert一下N 再Return一下F2 看好了 返回的是这个函数的一个指针 函数的一个引用 并没有调用这个函数 那这时候呢 你看到定义了这样一个F1函数 在函数体内 我们声明了一个局部变量 接着又定义了一个TEST 定义了一个变量 TEST 全局的 但是呢 这个TEST 是一个什么呀 匿名函数 再往下又定义了一个F2 在F2中 我们又使用了一下这个N的值 使用了一下这个N的值 那接着 返回的是这个F2的一个引用 再往下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声明一个 IES等于一个 调用一下F1函数 那此时呢 我们来弹出一下 alert一下IES 那现在得到结果应该是几 大家想一下 好 我们来试验一下 对 弹出的是一个E 再往下 又弹出了一个Undefended 这个Undefended 哪来的呀 可以看一下 在这一块 我们调用了一个F1 F1之后你可以看到 得到了一个F2 F2是不是调用了一个这个效果呀 弹出了一个N 弹出了一个N 接着再往下 又弹出一个Undefended 那F2是不是没有返回值呀 对吧 我们可以返回 return一下 没有返回值也无所谓 你看到F2没有返回值 接着呢 得到的一个效果 刷新 第一个弹出1Undefended 这个没问题 那此时呢 Undefended 是我们这个 IES 这个F1函数的返回值 再往下 你可以看到 我们想对这个函数 调用一个test 是不是相当于什么呢 当你调用test的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将这个N的值改变了 那这时候我们再调用一下 IES 我们再额勒它一下 IES 这时候得到的结果 你看一下 刷新 1 Undefended 接着再往下 2 Undefended 是不是当我们调用test的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改变了谁呀 改变了我们N的值 其实在这段代码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IES 就是我们 B包 F2函数 这就是我们的B包 那接着呢 这个函数 一共运行了两次 第一次 它的值是多少 对 一 接着呢 当我们再调用的时候呢 它的值变可能多少 二 那证明什么呢 首先证明了 我们在F1中的局部变量 N 这个N 一直保存在我们的内存中 并没有在调用F1之后 被自动清除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其实也是B包的第二个作用 它可以 让我们这个变量的值 始终保存在我们的内存中 这也是B包的另外一个作用 那原因 其实就在于我们F1 是我们F2的一个负函数 是它的负函数 它是写到我们F1之中的 而F2呢 又被负予给谁了 对 又负予给一个全局变量了 又给了我们这个全局变量 所以说 导致我们F2始终在我们的内存中 而我们的F2 又依赖于我们这个F1 所以说F1呢 也始终在我们的内存中 这样不会在调用结束之后 就被我们的垃圾回收机制 给回收了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 我们在这里边又写了一个test 这样的一个匿名函数 那在test中 我们是只是对了这个变量 做了一个加一的操作 也可以 但是呢 看好了 这个test 我们不是局部的 因为没有加万 那此时这个test 是一个全局的 那接着 你调用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相当于 设置了我们这个 变量的值了 我们在函数体外 调用这个test的时候 就相当于我们 设置了这个变量的值 相当于 一会儿我再给大家 举个例子 相当于我们通过setter 就是再写一个函数 设置了我们函数体内 这个变量的值 其实呢 这也是我们币包 的一个作用 那接着可以看一下 再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大家可以很好的理解了 什么币包的一个应用呢 可以再来一个 F1C 15 假如说我们有一个 属于我们特殊的 一个变量 特殊区间的一个变量 我们不想把它 暴露给我们的 这个外部 因为暴露给外部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改 这个变量的值了 那这时候就需要把它 放到我们的函数的内部 那接着有的时候 我们还想得到 这个变量的值 或者说想设置 这个变量的值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提供 或者说再设置 两个额外的函数 来对我们这个变量 进行一个访问 有点像我们P2P 面向对象中的 这个仿控制 那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上面两个变量 假如说一个 setter 或者叫setvalue 再上面一个 getvalue 这样两个变量 一个是用于 读取我们变量的 一个是用于 设置我们变量的 接着再来 上面一个 字调用的函数 在这里边 我们就可以来 写成一个function 上面一个变量 假如说n 等一个0 这是一个局部变量 接着 我们再来 上面一个 使用一下 getvalue 当你想得到值的时候 我们上面一个 函数 匿名函数 return一下 这个n就可以 是不是在这个函数体内 可以访问到这个n 没问题 那接着有的时候 我们还想设置 这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 setvalue 变成我们设置函数的 所成一个function 需要得到一个值 x 在这块呢 我们只用 把这个n的值 设置成 传进来这个x 就可以 那现在就完成了 对我们变量的一个 访问 和什么呀 和 读取 设置和读取 接着让它立即调用 那接着再看 定义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运行了 假如说 我们想得到一下 这个变量的值 直接可以调用一下 getvalue 这样两个全体变量 那现在你可以alert一下 默认得到的这几呀 对 得到的就是我们 初始值 零 来运行一下 对零 那你看我们直接alert一下 这个n 你能得到吗 得不到 这是什么变量 对 局部变量 那现在你会看到 刷新 产生错误了 n is not defended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n 是一个未定义的 那现在我想设置 这个变量的值 想设置的时候 通过谁来设置 对 通过setvalue 我把它变成一个567 也可以 这时候你再得到一下这个值 此时这个变量变成多少了 对 567了 就通过一个setvalue和getvalue 来实现对这个变量的一个访问 包括设置 你看 就变成了我们的567 这时候呢 这个变量 这个n 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函数体内 不被外部所访问了 这也是啊 间接的 设置了我们这个变量的一个 设置了一下这个变量 有点像我们这种 PSP中的这种访问控制 这样的效果 保证了这个变量 在外表是不可以直接被访问到的 这样的效果 这也是我们币包含式的一个应用 所以说把这一块搞清楚 也很有用 再来看最后一个例子 我们币包呢 在我们的这个 有的时候 用这个币包 也能实现这种叠代器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 再来一个例子 来一个 16 接着再看 我们可以定义这样一个函数 写成一个 啊 太词的函数 或者一个初始化的函数 太词也可以 叫什么无所谓啊 在这里边呢 假如说我们会用到一点数组的内容 数组呢 其实也简单啊 如果有PAP技术同学 或者其他语言技术的同学 对于数组也没有那么麻烦 那接着呢 以后课程中我们也会讲到数组 下节呢 我们就会讲到我们的对象和数组 我们先来使用一下 需要传一个参数 再往下 其实这个参数呢 就是一个数组 需要传进来一个数组 接着我们来得到一下 像数组内部指针的一个函数 移动我们的指针 啊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生命一个变量 i等一个0 再往下 我们可以再写一个啊 return一个 function 返回这样一个函数 接着 return一个 x 让i++就可以 这样的效果 写完之后来看一下 我们来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VR写成一个 叫做叫next 等于一个test 传进去一个数组 我们可以简单定义一个数组 a b c d 有这四个值就可以 那现在 我们来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你每调用一次 就可以将指针向下移动一步 可以看一下 alert一下 next 第一个得到的就是啊 0 好 得到数组第0个 那接着结果是不是就是 第一个元素啊 接着你再调用一下 现在得到的就是第二个元素了 第三个 第四个 你可以实验一下 a b c d 这样的效果 那你看到 这也是通过我们b包来实现的 通过我们的b包来实现的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其实这个例子呢 也是我们b包的一个应用 可以实现这种 在迭代器中的一个应用 迭代器 也是返回的这个function 这就是一个b包 这样的效果 接着再往下 再看一个例子啊 在我们的循环中 也能用到我们的b包 这个呢 也是经常在这个面试题中 你们也会遇到 包括写程序的时候 这样的bug也很难发现 你可以看一下 什么样的例子呢 我们来写一个script 生命一个函数 假如f函数 在这里边我们生命一个数组 这是一个局部变量 接着再生命一个变量i 没问题 来便利一下我们数组中的元素 i等于0 i小于 写成一个3 i++ 再往下 我们直接写成一个 a等i 等于什么呢 创建了这样一个数组 写成一个function return 再往下 得到了这个a 得到了我们创建好的 这个数组 那是不是应该是012啊 对吧 那接着你来访问一下 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来实验一下 看一下得到的结果 是你想象的那样吧 我们可以生命一个 test 等于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接着 我们想得到数组中的 第一个元素 我们直接可以这么写 alert一下 test 0 进行一个调用 你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是几 接着再得到第二个元素 2 3 那按照我们想法 应该是012 创建出来的这个数组 那接着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按照你想的那样 得到的是一个012 3 再谈 还是3 接着还是3 那我们创建的这个数组中 包含了三个元素 不应该是012吗 为什么呢 都是3呢 这时候你要考虑一个问题 其实在这里边 我们是不是创建了这样一个 币包啊 对 这个币包 它都指向了一个 共同的局部变量 谁啊 对 就是这个I 这个局部变量 但币包并不会记录 它们的值 而只是对这个值的一个 连接 或者叫引用 只是引用了这个值的一个地址 也可以 所以说 它只能返回这个I 最后的这个值 那为什么最后这个值 是3呢 对 这时候你就需要搞清楚 我们循环的一个 值行流程了 这个循环什么时候结束的 就是I等于 3的时候才结束的 所以说 这三个函数的指向 都指向了我们这个I 它的值是3 创建出来的数组 都是谈出的是3 没问题 这也是你在写程序的时候 经常会导致的bug 而且这种bug 很难被发现 有的时候呢 在面试题里 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好 那接着再往下 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你想得到一个012的数组 我们怎么解决呢 那其实呢 你来看 我们可以再换一种 B包形式 再来写一个 写成一个function S S生命一个A 来保存我们的数组 创建了这样一个数组 接着再生命一个变量I 那接着我们来写一个I 等于0 I小于3 接着I++ 再往下 还是来创建这样一个数组 但是 在生命B包函数的时候 这一次 我们是一个自雕用的函数 接着我们需要接到这个I就可以 在这个函数体内 写成一个function 需要传一个参数X 接着 再来生命一个B包 return一个function 访问的就是我们这个 负级的这个参数 return一下这个X就可以 这样的效果 接着再得到这个数组 return一个A 那现在你看到 我们在这里边 在这个循环体内 是不是创建了这样一个 自雕用的函数啊 没问题 自雕用函数之后 我们传了一个I 这就是我们这个 每次循环产生的这个值 接着I就付给了我们变量谁啊 X 这样一来呢 我们每次迭代中 X就会拥有各式不同的值了 你看 I传给X 返回的是零 接着I再传给X 返回的是一 这样创建出来的数组呢 就是一个012的效果 012的效果 不信的话 我们来试验一下 把刚才弹出的这几个 再拿过来 放到这儿 好 我们启用一下 保存一下 第一次弹出的是零 接着再往下 是 不都是零啊 好 先把上方那个 我们刚才没改 一里边的 二里边的 还是先来看一下上面这个 没问题 只不过我们没有改啊 分析的没有问题 好 弹出的都是 三 三 和三 刚才是这块没有改 那接着再回过来 来看一下 我们重写完之后 一 二 把它们三个除掉 重写完之后 这个函数 再调用的时候 弹出的结果 你看一下 零 零 零 这块也没改 因为刚才复制过来的 一 二 那当你看到零之后 再往下 是一 再往下 是二 这样的效果 也 这就实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 创建出了这样一个书组 而不是返回的 都是三 同样的 也可以 好 那这是我们换了一种形式 其实这种函数呢 你看 我们是通过自调用的形式 来进行创建的 接着在内部 我们来通过 币包函数 实现了这种效果 那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再来写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 我们通过一个中间变量 也可以写这种效果 再来大家写最后一个 好 我们再创建一个函数 functionf 接着 在里边再来创建一个test函数 test函数呢 我们需要接到一个值 再往下 在它内部 我们再return一个function 这个币包函数 return这个x就可以 那现在你看到 我们在里边是不是又创建了一个函数啊 对 创建完函数之后 在函数体内 我们又是 创建了一个币包 返回了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那接着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结成一个a 上面一个 数组 等于一个数组 再往下 我们可以再上面一个i 等于一个 用于我们的循环 for i等于0 i小比3 i++ 再往下呢 我们就可以来调用一下这个函数了 a的i等于谁呢 调用一下我们的test函数 写到函数外面去了 在这儿来调用一下这个test函数 传一个谁呀 传一个i就可以 最后return谁呢 return这个a 那在这里边呢 是不是生命了两个局部变量 没问题 创建出来这样一个数组 效果也可以 这样看起来呢 也比较正常 接着再往下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把刚才定拿过来 或者直接写var IeS 用一个f按数 或者test也行 都可以 接着我们来调用一下 alert test 得到的 得到的 反回的这个x 在这儿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写错了 调用了一下这个test函数 哦 我们叫一个 iES iES 接着也可以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调用 对 0 接着再往下 1 2 也实现了我们这种数组的访问 也可以 也创建出来这样一个数组 那其实呢 就通过了一个中间函数 叫我们这个i的值 进行了一个本地化 也可以 那现在把这个i传进来 调用了这个函数 在函数体内 通过b包 返回了这个参数的值 接着创建出来这样一个数组 也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b包 常用的几个效果 但是b包形式会了 我们也不能说 任意的来用我们的b包 b包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缺点 那好处就不再说了 来看一下b包的缺点 或者说我们使用b包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 首先b包呢 会使得我们函数中的变量 都被保存在我们的内存中 那这样呢 如果这个b包很多 内存消耗很大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滥用这个b包 否则呢 也会造成我们 网页性能的一个减慢 这时候呢 在IE中 还有可能导致我们的内存泄漏 所以说 我们在使用函数之前 退出函数之前 将不使用的局部变量 应该全部的删除掉 这样呢 就保证 不浪费我们的内存 接着第二个 b包也会在我们的 负函数外部 来改变我们 负函数内部变量的值 这个呢 也给大家做了例子 像我们刚才改变n的值 就是这样的效果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负函数 当做我们的对象来使用 把b包当做我们的 公用方法 公共发法 来修改我们这个 内部变量的值 而把这个内部变量呢 当做我们的这种 私有属性 这时候呢 我们就一定要小心 不要随便来改变 我们函数内部变量的值 因为呢 你可以通过我们这种 币包的形式 来改变我们函数内部的值 所以说这一点 需要注意 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就能 很好地来体现 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n的值 还有一个就是set和get set value和get value的一个例子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币包这一块呢 好好理解一下 币包呢 也是我们GS中 比较麻烦的一点 但币包会了之后呢 以后我们也经常会用到 这种形式 所以说呢 大家要好好地记得一个了解 那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